万表流行力天书接地气 大家好我是流行力 今天我们开箱一款IWC全新推出的马克18飞行员系列 TOPGUN海军空战部队SFTI特别版 妈妈给我累死了 不要上来 这不是弹药箱吗 嗯 这么玩意啊 TOPGUN 就这款表 这个军风味十足啊 黑色的表壳 橄榄绿链带啊 在开始之前先问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款表要用软铁圈防磁 咱们先说这个表的名字的由来啊 马克18飞行员系列TOPGUN海军空战部队SFTI特别版 它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这个马克多少多少 沿用的是二战期间军方订单的型号 现在是18了 你不要幻想能带上一款真正的军表啊 就像没有人有机会开上一辆HEMV一样 TOPGUN这个名字是丑国海军战斗机武器学校的名字 IWC跟这个单位有合作 出过毕业生专用的飞行员万表 也是马克18计时款 这么传奇的表 民间肯定有人喜欢 IWC也就推出了马克18TOPGUN SFTI计时款的名用版 我们今天这是大三针 这个SFTI到底是什么鬼啊 简单说吧 就是一个武器学校的毕业生 因为那个学校是专门教人驾击格斗的 得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所以叫SFTI Strike Fighter Tactics Instructor 回到部队呢还要传帮带 所以叫格斗战机战术指导 今天我们开箱呢是一款TOPGUN SFTI设计风格的民用特别版 大三针自动款 黑色的养号告陶瓷 黑色表盘 字体和刻度都是白浆的 就相当于一个哑光漆的涂料 有些刻度位置还有一些夜光材质啊 表背是钛合金的一个后盖密底 在9点位还有表背有TOPGUN字样 这个组织很牛的啊 咱们说说这个外观设计啊 IWC以座飞行员表著成 这款表的设计结合了二战时期观测表的外观元素 同时考虑到日常佩戴的感觉 比如说这个养号告陶瓷的表壳 又硬呢又防腐很坚硬不怕滑 看这个表你猜直径有多大 我这是17厘米的手腕啊 戴上去以后呢好像不像41毫米的 因为这个黑色的哑光表壳 还有黑色表盘呢 整个让这表呢看起来显得不那么大 厚度还可以的 指针和石标都覆盖夜光图层 在黑暗环境里一样是比较醒目 所以白漆的这个刻度和数字 在白天已经很醒目了 因为它有夜光图层 所以在夜里的一样的醒目 跟学院专供版的表一样 这款表也配有毕业生的独特徽章标志 你看那个9点钟位置淘不干的字样 它的绿色橄榄绿的表袋 均味十足啊 你看再看看这表壳做工啊 IWC无疑是把飞行员系列马克多少的表 定义成乐视运动表 我们在审视乐视运动表的时候 通常会关注它的外观做工 因为这款表是陶瓷的 所以外观做工呢并不是很突出 记得我们上手欧米加海马300黑武士的时候 注意到它虽然是陶瓷表壳 硬度仅次于钻石 但是仍然做了复合打磨 也就是泡光和拉丝处理 后来我们还做了一款地座臂弯弯的陶瓷表 发现地座的外壳就没怎么做复合打磨 当然了 毕竟价位不一样 那这款表就是一个陶瓷表面的哑光处理 没有做任何打磨 这个价格摆在这4699 包括这个包装箱 这些配置 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上次我们开箱绿表盘的手表的时候 也注意到IWC的绿飞机 也觉得这个表壳后 这里一并解释一下 玩手表玩的是传统的符号 IWC的标志性表款 飞行员表就源于战时的军方订单 军品谁在乎外观呢 好用就行 所以IWC遵循这个设计传统 就这种看似硬朗的外观 刚好反映了军表的外部特征 如果改了 那就不叫飞行员手表了 对吧 现在我们试带一下 听起来很大 但是戴在17厘米手帮上 感觉还是可以的 如果是44毫米的几十款就选了 配合这个休闲装啊 军装啊 还是很搭的 尤其是这种橄榄绿表带 不像皮带那么娇气 脏了可以自己洗 表扣是真实表扣 这也是军表的一贯风格 再看看这表带 正面呢是橄榄绿的织物 背面还是复合皮革 而且整个表带的形式 应该是属于这种NATO表带 约表带 防水是60米 作为这个飞行员表 应该是够了 我记得TOPGUN G10款的SFTI版 也是60米 而且那个G10款表冠是 悬入式表冠 虽然是60米 但是因为有了悬入式表冠 游泳啊 洗澡 是不是没什么问题 毕竟是空军表嘛 又不要潜水 这款表也是悬入式表冠 防水60米 这个厚度应该是说得过去的 这个厚度只有11毫米 最后回答一下前面提出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加软铁壳 是的 这款表跟早期的飞行员表一样 有防磁软铁壳 这是为了防磁 手表防磁的辩论 一方认为 现代环境到处都是磁场 所以手表应该防磁 要么用免受磁的硅优司 要么加装传统的软铁圈 另一方认为 日常的磁场环境 不会轻易让手表受磁 即使是受磁 消磁也很容易 所以不必在意 那么为什么IWC马克18这款表 用软铁圈防磁呢 首先 IWC的飞行员表 软铁圈防磁是个传统 其次 硅优司掌握在百代斐力 劳力士和斯沃奇集团的手里 用起来不是特方便 最后 我说一下机芯 你就明白了 因为是密底的 咱们也不方便打开后盖 看资料显示 这款表的机芯动力是42小时 不禁让我想到了那个 一塔2892 不能 因为斯沃奇集团 很不情愿为竞争对手提供机芯 那么如果不是2892 那只能是SW300了 这个有可能 不管是2892还是300 这种机芯的直径只有不到26毫米 这表壳呢是41毫米 这个空隙装个软铁壳 既能防磁又可以填补机芯与表壳之间的空隙一键双雕 毕竟我们买的是有传统口碑特别适合男性的品牌嘛 而且这款表又关联着那么多幻想的战斗精英 你还别嫌这个那了 这款表在官微和官猫上总共只发售200套 还有这个型号让人想起FA18超级大黄蜂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把topcam毕业生的表戴在手上的 好了本期开箱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一键三连留言互动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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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